尤其相对于昨天看到新闻当中 谷歌要来台湾 开出很好的条件要来抢人了 结果红海劳董郭台铭 就杠上了谷歌 开出了条件说 你拿谷歌的录取通知单 到我红海来面试 我就付出比你Google 还要多两倍到三倍的薪水 不过他不是说谷歌 他就说如果拿到 那一家的录取通知单 那一家到底是不是谷歌 日流退路吗 还是话没讲清楚 当然了 这个郭台铭会这么大的动作 原因是Google在台湾扩大 争裁百人的讯息 得到了平面媒体 昨天都是大篇幅的报道 结果红海争裁万人 他说我们怎么那么一小的版面 让他相当的不服气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这回毛起来呛下 不惜加两到三倍薪水 也要把另一家公司 人才挖过来 原因竟然是平面媒体 报道的版面输太大 让他很不服气 同样是征裁讯息 外商Google征裁百人 标题的字体大小 却有三成二公分 版面将近三分之一大 超明显 红海征裁万人 人数比较多 但字体大小 却只有二成一点五公分 版面小小一块 还被放在最底下角落 我们公司不入流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招人 招一万五千人被摆在角落 还被质疑说 这个是从大陆上找来的 就人一百人可以免费的广告 郭董话说得好酸 等于向文体大长Google呛瞎 但Google不与置评 没有回应 不过红海的争裁逝世大会 是一小时前 郭台铭才临时决议 接受媒体采访 一小时后 马上各大事业群主管 就全部到齐 郭董还愿意公开 红海最机密的战情室 相差 展现积极态度 也要让外界看看 红海这本土制造业一哥 可不输给国际品牌 记者洪熙瑜 邱小沛台北采访报道